看看新闻吧 其中佈满了青春的印记 和周到钟爱的复古份 之所以取名为天台 是因为影片中大部分故事都发生于此 刚开始拍的时候 前两遍 一边下楼梯 一边要跳的时候 老害怕从楼梯上摔下来 顾得了手顾不了脚 所以多跳了几遍就好一些 为了应景的力挺偶像 首颖里当天粉丝们现场大跳天台舞 让周杰伦有惊有喜 看来有了粉丝们的大力支持 周董无需再为票房头疼了 不过不得不提的是 这几天正在上映的电影小时代 也是粉丝拥顿变天下 使得电影上映三天 就已经突破了两亿票房 不知道同样主打粉丝路线的周杰伦 有没有压力闪大啊 呃 现在这个好像电影的热潮 我希望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华语片要加油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是歌舞片嘛 歌舞片我当然希望不是只是给华人看 希望连那些老外都会吓一跳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可以走出 可以走向国际化 除了粉丝周导演再次强调这部影片 也很适合爸爸妈妈观块 一向听妈妈话的周杰伦 早已带着妈妈提前看片了 我觉得每一部戏单一定都会带妈妈先去欣赏 那他很喜欢里面的音乐 而且我讲的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故事 永乐七天地 一起学调天台舞报道